你是个贱女人,我最后再问你一遍,房产证和车要是你到底交不交出来? 打死我也不交,你们给我等着,你大哥回来后,他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 那好,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,那就别怪我了,正好我出于后好久没打架了,今天就拿你来练练手。 儿子,大事不好了,你那可恶的老婆不知道发的什么疯,竟然报警把你爸和你弟弟抓走了。 你弟弟可是刚刚放出来,可不能在二进宫了,你快回来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呀。 行了,你就不要恶人先告状了,我现在在医院照顾我老婆呢,没时间管他们,就让他们现在里面待着吧,反正那里面有免费的饭。 儿子,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,虽然那里面有免费的饭,但我听说里面的环境可不怎么样啊,吃的也特别差,别说吃肉了,就连一点油水都没有。 我还听说里面睡觉都睡不好,上面有老鼠啃手指甲,下面有蟑螂啃脚指甲。 儿子,你爸都那么大年纪了,怎么能受得了这种苦呢? 你现在赶紧让你老婆先一份谅解书,把他们都放了吧。 他们打人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里面不好待啊? 就让他们两个在里面好好反省去吧。 你小儿子已经在里面待过好几年,相信他早已经习惯了,还想着让我老婆原谅他们,你就别做梦了。 还要,你以后没事少出门,尤其是下雨阴天,小心别被雷劈死了。 你这个不孝子,你是怎么跟你亲妈说话的? 咱家出了这么大的事,你还在这说风凉话,你就不怕糟天浅吗? 你还好意思说,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? 我告诉你,我家里早就安装了摄像头,你们对我老婆都做了什么? 我在监控里看的一清二楚,我老婆还怀着三个多月的身孕呢,你们是怎么忍心对她下这么重的手的? 儿子,那只是一场意外,今天上午我们去你家做客, 叫你老婆把车子和房子送给你弟弟,再给你弟弟转三十八万当彩礼。 可是,你老婆非但不给,还说了我们不少坏话,你爸和你弟弟是个暴脾气,一言不合就动手了。 没想到你媳妇这么不禁打,你爸他们就轻轻碰了几下,你老婆就假装倒在地上不起来了。 后来她还因为这点小事就把你爸和你弟弟送进去,她真是太狠心了。 你们打人还有理的事吗?你知道吗?我老婆已经被你们打得胳膊骨折了,就连肚子里的孩子也让你们打回了。 这就是你所说的轻轻碰了一下吗?你们害死了我儿子,还想让我去原谅他们,你认为这可能吗? 儿子,我承认我们当时确实太冲动了,你弟弟从里面出来后,好久没跟人打架了,下手也没个轻重。 况且,你怎么知道你媳妇肚子里就一定是个儿子呢?我看他肚子的形状,多半是个丫头骗子。 这一切也都怪你媳妇不听话,要是他肯乖乖地把房子和车送你弟弟,又怎么会受这种罪? 眼看你弟弟都三十好几的人了,他刚刚出来,手里要钱没钱,要房子没房子,哪会有姑娘嫁给他呀? 听说你老婆娘家动签就分得了三套房子,你老丈人还有两辆车,都说长嫂如母,所以房子和车也就理应由你老婆娘家出。 现在看来,怕是你媳妇应该不会管你弟弟了,你是他哥哥,你肯定不会不管吧,我们可是一家人了,你当大哥的可不能看热闹啊。 老太婆,你可真不要脸啊,我老婆家里再有钱,跟你有什么关系吗? 从小到大,你就把我当成你的挣钱工具使唤,我没日没夜地给你干活,你却只给我吃残羹剩饭,那时候我傻,还不知道我再给你白打工。 后来我懂事了,事到把自己挣的钱存起来了,你就把我赶了出去。 如今我在城里好不容易取了习城的家,以为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,没想到还是摆脱不了你的纠缠。 你三番五次的来我家里,今天说要看病让我拿钱,明天说房子要装修还让我出钱,如今还想让我那这么多钱给你小儿子娶媳妇。 真不知道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会摊上你这么的亲妈。 儿子,你这么说话,就不怕伤了我的心吗?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,打断骨头连着筋,血缘关系是你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的。 等你弟弟的婚事解决了,我和你爸就算完成任务了,到时候我们再去你家,让你和你老婆给我们养老,我也不多拿你们的东西,你每个月给我们转两万块生活费就够了。 我真不知道你是有妄想症呢,还是在说梦话呢?同样是你的儿子,你为什么就这么偏心你小儿子呢?你从小就宠溺他,不管他做什么措施,你都忍让他。 那年他刚刚步入社会,就与人家打架,被送进了小推屋,直到现在,你们还要继续纵容他,他如今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,难道你这个当母亲的就没有反思过吗? 我还需要反思什么呀?这次你弟弟被送进去还不是因为你老婆吗?如果你老婆没有报警,你弟弟哪会这么快又进去了? 所以说,你现在赶快想办法把你爸和你弟弟捞出来,然后把你弟弟娶老婆需要用到的东西,房子,车子,以及彩礼都准备好。 老太婆,你就不要白日做梦了,我告诉你,从今天起,我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,从此我们就是互不认识的陌生人。 还有,我在监控里看到你把我家翻得乱七八糟,临走还顺走了我老婆的金银首饰和五万元的现金,你赶紧把那些东西还回来。 你都说我们是陌生人了,凭什么叫我把东西还给你? 还有,你想要和我断绝母子关系,就拿车子,房子和彩礼来换。 那好,看来你真的是贼心不死,我这就送你去见你的小儿子,你正好跟他们两个凑里桌斗地主。 你少来吓唬我,你要是不怕外人戳你几两骨,成为外人茶余饭后的笑饼,那你就给我送进去。 反正我们家现在就剩我一个人,没人给我做饭,没人给我养老,与其露宿街头,我还不如进去吃免费的饭吗? 虽然不好吃,总归饿不死。 那好,我这就如你所愿,你给我进去把缝纫机踩到冒烟吗? 最终,老太婆也因盗窃被送了进去。 从此,老太太一将三口在小黑屋里团聚了。 家人们,这个结局你们满意了。